有些膠帶啊 對不對 唉 看來這數字 又要再更新一次了 我們的民生 就這樣子一直要 要這樣子被踐踏被污染 個人造業個人單 去年4月主凡剛才因為身上持有 大麻煙由電子煙被移送 至台北地堅樹 當時主凡剛向監方打打輕輕拍表示 陰無親重病不希望離家太久 希望能讓他到醫院接受介意治療 於是主凡剛或還期訴處分兩年 誰知道時間還不到一年 主凡剛向關護人報道時 尿液中再度被檢驗出大麻陽性反應 台北地堅樹3月26號處分撤銷還期訴 並且將另案偵辦適用毒品罪嫌 為什麼又是我 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知道 細數主凡剛的燃毒時 他在2007年時酒營吸食大麻入獄且樂界 2013年參加朋友聚會時 又被警方搜出持有大麻 遭檢方還期訴 去年除了被查獲大麻煙由電子煙 尿液也驗出毒品反應 如今主凡剛第四度燃毒 哥哥主槍伯一開始驚訝表示 我的天啊 事後主槍伯接受蘋果新聞網電放式回應 弟弟這一年來交友圈和過去相比改變很多 生活上也很正常多在運動機工作 目前和家人很平靜地面對這一切 接下來交友律師出力謝謝關心 雨的東新聞 真的覺得我這一次好像真的有點過了 報導